我们各位同学,各位香港的市民 我在城市大学的系列讲座 第二讲,现在开始 上个星期五,我的第一次讲座 谈的是什么是中国,另一种事业看中国 那个是从讲古代中国的历史来看 今天怎么来看今天的中国 这讲的是古代 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就走向近代 近代中国 这个近代当然是从晚清一直到1949年 这是叫近代 那么这个题目很大 那么我自己呢,是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所以啊,我今天这个讲座是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谈谈近代的中国 那么先讲一个故事 就是在918事变以后的第二年 1912年9月18号 这个民国的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先生啊 写了篇文章 他叫做918事变一周年的沉痛的反思 他就讲啊,他说中国和日本这个现代化是同时起步的 为什么到了今天 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实现了现代化 中国反而被日本侵略了 这什么道理 后来他说我想来想去啊,发现 日本啊,从明治维新以后 这个社会一直有个重心 这个重心是谁呢 就是日本的武士阶级 这是武士阶级大家知道 是领导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 尊王湘宜啊 最早这个这批武士 最后推翻了幕府建立了一个近代的明治政府 这都是武士领导的 所以这个日本这个是有社会重心 但是他说中国没有 中国一开始曾国藩李鸿章 后来又靠谁谁谁 升中山 他一直在变 一直找不到社会重心 所以他是从社会重心这个角度啊 他就发现中国已经失去了社会重心 那么他心目中的社会重心是谁呢 当然就是像他这样的人 知识分子 那么我们有时候经常谈啊 也经常会把知识分子啊 赋予一种特殊的使命 好像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 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天下新亡 匹夫有责 这个匹夫啊 往往指的是读过书的人 匹夫 不是一般的匹夫 所以今天呢 我要从这个故事开始讲起 讲讲 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知识分子 那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希望追求的一条自由主义道路 但是为什么1949年 国民党垮台了 共产党胜利了 知识分子所追求这条自由主义道路也失败了 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今天我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是想给大家从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失败来谈谈 就是在民国时候 为什么自由主义道路没有走通 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OK 那么先要从知识分子社会这个问题讲起啊 第一个问题我们谈谈 知识分子社会的兴起 这个知识分子是在古代叫士大夫 intellectual这个词是一个近代的词 但古代中国叫士大夫 或者叫读书人 或者就叫士 那么古代中国有四大阶级 士农工商 农工商呢是平民 但是士非一样 士就是士大夫 他不是平民 他在古代是一个特权阶级 这个特权阶级就是一旦你在科举制度下 你获得了公民 秀才举人近视 那么你可以免姚艺 不用交纳田赋了 然后呢你可以穿长衫 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也可以讨论议论国家大赦 老百姓不行 默谈国士这个贴在茶馆店上的这个默谈国士是针对农工商的 士都说人是有资格讨论谈论国家社的 所以你看古代中国这个士大夫啊 那个不一样 他有特殊的身份 而且更重要他是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中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古代王权不下线 这个行政权力只到线 线以下都是自治的 那么线以下下面这个社会和国家怎么联系呢 那就靠一个阶级 这就是士大夫阶级把他们联害一起 因为士大夫阶级后来到了宋代以后又被称为叫士绅阶级 他具有生成身份 简单的说 他在官面前是代表了明 所以在明面前呢 他又代表了官 所以那个县官要收税 那他自己没这么多人 那要靠这些士绅把他收上来 那他在百姓面前 他就代表了官了官家了 但在官家面前呢 他又代表了什么 民 一旦这个乡里啊 天灾人祸 那么就他们就会代表民众啊 要求宪礼审礼 审礼 免遥逸 减免填付 所以他具有双重身份 所以你看通过他把国家和社会连在一起 那么第二个连接呢 就是 大家知道汉武帝以后啊 都尊鲁术 所以这些读书人都是叫鲁僧 所以他们有一套共同的信仰 就是鲁家 那么鲁家到了汉武帝以后啊 大部分时间既是王朝的官方的意识形态 同时啊 他又是相间民间社会的一套 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文化传统 民俗习惯 所以你们有看到鲁家士大夫说 他们所信奉的这套信仰叫道统 他又是把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近代以后 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这个大变化 很重要的一个年份是1905年 那么05年啊 一般我们讲近代历史 比较会强调191年 中华民国成立 清皇朝被推翻 但是我在1905年 就是科举废制度废除100年的那年 我在写发表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叫做 没有505何来11 意思说啊 假使没有05年科举制度废除啊 就没有 很有可能就没有1911年 侵害革命这些事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要知道1911年 武昌首益 发动武昌首益的都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军官 这些人本来如果科举制度不废除在干嘛 那就在整天考科举啊 啊 试图漫漫 那秀才考完要考举 考举人要进士 那 那你这是一生 只有这条路才是正途 其他都是歪门邪道啊 落魄了才走其他的路 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可能去从军 但是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啊 这些读书人 然后就做鸟寿散了 哎干嘛就干嘛去了 有些人经商 有些人的就是开始拜报纸 办教育 还有很多人的开始从军 过去是好难不当兵 不要说是会读书的人 那更不把这个当兵做军人的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05年以后就不一样了 很多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 读的是士官学校 蒋介石就是士官学校毕业的 很多人 然后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回来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05啊 何来一一 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05年科举制度废除啊 这是个大事 他形成了中国历史当中第二次礼崩乐坏 第一次什么时候呢 春秋战国 过去春秋战国之前是西州 读书的人都是被贵族养在那里的 但是等到春秋时代 周里这套礼崩乐坏以后 这些读书人 然后就被没人养他了 就到社会上去了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 这个我们说读书人成为叫自由流动资源 他就在社会上可以流动 过去都是被贵族包养 但是这是春秋战国是第一次 现在到了晚清是第二次 第二次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呢 到了晚清以后啊 市农工商 有两个集团开始汲取了 一个第一个崛起的是商人 过去市农工商这个商 你看排位最低 商人过去有钱 但是社会地位还不及农民和工人 和今天不一样 因为王朝啊 觉得无商不接 这个商人到处流窜 要赚钱 会败坏风气 而且威胁王朝稳定 所以他们喜欢农民 老实芭蕉的农民 老婆孩子 热炕头 这些人都是安分人 这个四处流窜的商人都不安定 所以叫重农一商 所以商人地位在中国历史里边 一直不高 当然这个情况到了明代以后有点改变 明代商业崛起了 但是还是没有政治地位 但是到了晚清 商人地位就很过去不亚了 所以连张俭 他已经是状元了 既然状元本来可以做大官 器官不做 回到自己的老家 江苏南通呢 去搞实业 办教育 办教育 这是章节 这在过去不可想象 但是你看 晚清出现了 第二个崛起的就是军人 过去宋代以后 宋太祖杯酒设兵权 军人地位一直很低 有一个说法说 你在前方辛苦打仗啊 那下战功还不如文人啊 在皇帝面前饮首师 更能得宠 所以军人地位一直很低 但是到了清末 大家知道有场太平天国 革命 然后这个清廷的军队绿营啊已经腐败了 根本不是这个太平军的对手 最后没办法 只能请曾国藩 李鸿章他们回到老家去办乡军 这个乡军就是民兵啊 不是正式军队啊 然后把太平军的最后镇压下去 保住了大清江山 但从此以后啊 这个军人地位就上升 就上升 这是一个 你看晚清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意味着什么 就原来的这个 我们说四代父 他有一个群体啊 就开始解体了 但是解体以后啊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知识分子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和四代父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有个很重要的区别 他们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说 这个四代父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最后一代四代父的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晚清搞改革的这批人 康悦为梁启超 谭志同 严妇张太炎 大家都听说过 这些人 他们毕竟是有科公民身份的 康悦为梁启超都是举人 他们都有公民身份 他们也是旧学业出身 读四书五经出身的 但是呢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也开始 对新学 新学感兴趣 但他的知识结构基本是旧的 这叫做四代五 但是等到民国以后 特别是民国二年有一场学制改革 那场改革以后 这个出现的小学中学大学 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校 在整个学习的模式 分科体制上就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在这种学校体制里面就培养出来了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不再是读四书五经出身的 是开始学习 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这些数理化 自然科学 再加上一些人文科学 这个一些知识 这叫做知识分子 那么五四这代人就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所以这是两代不一样的人 那么过去传统的世代夫 他们虽然不像西方的教会那样 有一个组织 但是呢 他们是有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是什么形成的呢 比如说我们是同乡 那就是一个网络 同一年同一年考进科举 这也是一个网络 那么同一个老师是吧 这个考官就是他们的老师 那是一辈子是他们的老师 那么他们都以萌生自称 他们有个很大的网络 那么现在到了新的知识分子出来以后 他们是不是就说一盘散伤呢 不是 新的知识分子也结成了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是通过一套制度来安排的 这个制度就是我们称之为一套制度性的建构 这个建构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学校 第二个是传媒 第三个是结社 就是社团 那么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 在中国 它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那这三个因素是很重要的 我们待会会一一给他分析 那么为什么重要呢 你们要知道 现代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 这个知识像资本一样 它也有一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 那么生产和流通过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是什么 学校是生产知识的 生产知识的 要进行学术创新 知识创新 是生产知识的 而传媒呢 报纸杂志 电台电视 现在有了互联网 这些是什么 传播指示的 所以生产和传播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渠道 你看 基本上都在知识分子手里 知识分子手里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学校和传媒 还是大家像是社团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理解了这点 我们就可以 最后我们可以回答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很强大 但是它依然不能成为社会重心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接下去 给大家就仔细地分析一下 知识分子社会的制度性建构 学校 社团与传媒 先讲学校 先提一个问题 我来问问大家 在古代中国 这个文化保持在哪里 文化就像一个火种 要 我星期五讲 这个中国 中国就是一个政治文明共同体 一条红线贯穿几千年 那么这个文化是一路传承下去的 那靠谁传承 通过什么样的建制传承 我告诉大家 过去啊 这个文化在 是保存在家族的那里的 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 在历史当中被称为叫宗室 宗室 这和欧洲宗室就不一样 就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段 是保存在家族手里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 这些大家族 比如说魏晋时代 这个有一句唐诗叫 旧死王谢唐前夜 飞到寻常百姓家 讲的就是那个晋朝的时候 西晋东晋 南晋是建安 当时是东晋的首都 那个当时王权比较衰落 但是比较强大的是那些 世家大族 最有名的就是王家和谢家 王家出了好几个历代做宰相 但是现在最出名的 大家一般人知道的 就是两个书法家 王羲之王宪子 所以看来还是不要做官好 这个能够留下的文化 更是刘方百事 然后另外一位就谢家 那么谢家最有名的一个宰相 就是谢安 就是肥水大战里面 打败了北方胡人 这个复坚的这个谢安 那么这些他们都是叫四家大族 这个四家大族啊 五胡乱华的时候 哇那个中原已经是挡不住了 当时暴王之乱 然后这些四家大族决定 本来都是黄河中下游 山东河南这一带 所谓跑吧 就渡过长江 到了南方 建立了东径 你们想想 几十万人 就这么背井离乡 背井离乡 这个中国人啊 不大愿意背井离乡的 不到万一不已 是不肯离开土地的 为什么愿意跟着走呢 当然乱世里面 已经没有安全感了 你要找一个保护人 是吧 那能够保护他们的 就是这些四家大族 四家大族兵强马壮 但是记住 还有一个 有文化号召力 里面读书人多 还有很多读书人的 也依附于他们 所以有文化号召力 所以中士的时候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这个文化是保存在家族那里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有一本叫《严世嘉迅》留下来的 就讲 宁可遗子万两黄金 不如遗子一金 就传给后代 你一去传给他 万两黄金反而害了他 还不如传给他一部经书 让他自己能够治理家政 然后辅助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文化是保在个乱世里面 是保住在家族里面 那么到了宋代以后 这个文化保存在哪里呢 千万不要以为 保存在科举里面 科举是出官员的地方 选麻官员 考科举是没有文化的 科举考的那些东西 四书五经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 这种当时的刮贴 就是说那些科举成功的 那些范例 这个东西你去背去记 这个东西是没有文化含量 那是一个敲门砖 是没有文化含量 所以宋代科举成熟以后 马上出现了一个什么 书院 书院 朱熹王雅明 他们就开始就觉得科举败坏人才 然后就办书院 那么有这个白鹿斗书院 是吧 鲁山脚下的 岳鹿书院 湖南长沙 还有那个河南的松山书院等等 到处都办书院 所以你看 中国文化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我们所熟悉的学校 先是家族 后来是书院 把文化的种子流传下来 那么这是一直到了近代以后 才出现了学校 这个学校 从过去的书院和私俗到现在的学校有一个过渡 那个过渡叫做学堂 这个学堂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晚清的时候 有一种学校叫学堂 这个学堂呢是半中半西不中不西 半天读四书五经 半天读西医学的声光画殿 这叫学堂 然后到了民国二年 19 这个民国二年 这个学制颁布以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校 这个学校的出现啊 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事 为什么 哇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地盘了 你要知道古代知识分子啊 和欧洲的这个教室比起来 有一个很大吃亏的地方 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保存在教会那里 主要是教室 就是拉丁文嘛 一般人根本不懂拉丁文 只有那些教室 他们才懂拉丁文 所以文化是在教室那里 但教室有个好 他有教会 而且教会独立于什么 朝廷的 独立于君主的 所以叫凯撒的事情凯撒管 教王 那个那个 教王的事情教王管 这两个上帝事情上帝管 这分开的 他们有独立地盘 但中国的古代的世代夫看起来很强大 最吃亏的是没有独立的地盘 没有 没有 书院吧 很快就不行了 后来就一看 朝廷一看 这个书院让你们聚集起来不是好事 所以就有很多打压 所以后来的书院 特别到了清代以后 你们再去看到那些书院 每个县 县学孔庙旁边一定有书院 这些书院已经不独立了 是什么 是等于说科举的一个附庸 考取同生以后 县里要办学 让他们来集中学习 那就在书院学习 他已经完全不独立了 所以官家的一部分 一部分 但是近代学校的出现就不一样 他使得知识分子有了一个独立的地盘 这个民国的时候 这个学校 不要说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 哪怕是国立大学 比如说有名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的比如说交通大学 南京的中央大学 这些学校虽然是国立的 是国家给的钱 但是他们一直有个传统 是什么传统呢 叫教授自教 这就要这个传统是一直保持 那么国家教育部 是不能随便干预大学的教务事务的 这是民国的事务 所以它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那么这点不是我重点要讲的 我想讲的是独立啊 是把双刃剑 为什么是双刃剑呢 它也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叫做 这个学校 特别是大学 独立于社会以后 它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叫象牙塔 就是我和社会没关系 隔离的 我们这是做学问的 象牙塔 这个象牙塔当然好 很多学问都是象牙塔里面做出来的 但是呢 它也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 他们越来越游离社会 和社会没关系 这和过去中国的斯大夫是不一样 因为中国过去斯大夫是出生一社会 和社会有血脉相连 但是现在这个学校和社会没关系 开始和社会很大的独立 这个独立呢 还有一个 就它自己形成了一套等级化的秩序 这个等级化秩序是什么呢 我把它称为叫等级性的文凭社会 那么到了民国以后啊 一个人什么是基因 那看的过去看公民 你是秀才举人还是近视 现在是看什么 什么学校出生的 就像今天一样 那么这个文凭社会是这样 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等级社会 最顶尖的是欧美留学回来的 这是最顶尖的 第二层是日本留学回来的 第二层 第三层呢 就是一些著名的国立或者教会大学毕业的 秦华北大燕京或者上海的圣约翰 第三层 再下面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大学 最底层是什么呢 就是私泛森 遍布全国的私泛森 这是最底层的 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等级性的文凭社会 文凭社会 所以很有意思啊 他们处于某种半封闭状态 然后呢 这样一个学校啊 当时民国还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就是虽然是进行了西式教育 但是西式教育的教育成本啊 就比传统的科举教育高得多 为什么呢 传统的科举啊 有一百个不好 但有一个比较好 就是公平 因为他考的东西很简单 那个原名以后只靠考四书 就是朱熹柱的四本书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四本书 然后呢 题目总是在四本书里边啊 颠来倒去出的 所以哪怕你是一个平家子弟放牛的 然后一看哦 这小孩子很有悟性啊 读书不错 然后整个家族都会亲家族之力啊 去资助他 让他去考科举 然后他是要把这个四书背熟 然后再去看各种各样的课本 就是怎么 怎么这个当时这些科举的卷子 然后呢 就有可能啊 犯军重剧 终有一天鲤鱼跳龙门 因为读的东西简单 然后去赶考 这个成本也有限 但是啊 到了现代教育以后就背了 你现在看看 家里一定有小孩子是吧 现在小孩子读书啊 这个书包可以压死人啊 一个大书包子吧 现在书包不是背的是拉的 背不动啊 要拉 因为里面学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东西啊 科目太多 那么平寒子弟啊 读起来就困难成本高 这个教科书要买就很贵 然后呢 过去这个私俗啊 遍及到乡村啊 乡里面 甚至村里面都有 有这些穷秀才 或者秀才都没考取 就做私俗啊 做俗司 现在这个学校对不起 学校都在县城啊 乡里面有学校那是很少的 要到县城 好的学校还在省城 最好的学校在哪里啊 在沿海口岸 上海广州啊 这些沿海口岸 包括香港啊 那是有好的学校 其他地方没有 那好 你要讨好读书 对不起 你要离开老家 往上面走啊 最好往省城 往上海 往香港 那你才能读到 读得到最好的学校 那么就有可能 最后以后 可以考到更好的中学 大学 所以你看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 在民国的时候 社会由于教育的不平等 已经社会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两极分化 这个分化 当时非常严重 那么最上等的 可以出洋留学 那出洋留学啊 当时国家没什么钱 所以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 那么当时最吸引人的 就有个叫庚子赔款 这就是那个1900年 辛丑条约啊 这个庚子赔款 这个美国呢 比较聪明 觉得这个 这个钱拿的不好意思 最后说退给中国 退给中国 知道不能给政府 给政府 你们又去贪腐 就去打仗子 然后说 市里专门的庚子赔款 辅助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 其中很大的一笔钱就是 专款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但他们也算得很精了 培养批清美派 所以为此呢 专门成立了一个叫 留美预备学校 那就是清华 清华就是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 是外交部管的 后来到27年以后才是成为清华大学 成为国立大学 归教育部管 但是你要知道 这笔钱本身就不多 而且呢 后来啊 能拿到的人越来熟 那么要出国留学人 是什么人 基本都是富家子弟 贫家子弟 根本你想都不用想 你这个出洋的学费就不说 你这个船票都买不起 船票买不起 所以你看 这马上就拉得很开 然后你要考好的学校也是这样 一般好的学校 著名大学里面 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以上子弟 没有评价子弟 1934年 有一个这个浙江大学 新的校长是著名的那个科学家 朱可真 他就到了浙江大学 他一看 他发现 哎呦这问题很严重 连浙江大学 他还不算最顶尖的国立学大学 但也算跑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中产家庭 平家子弟几乎没有 很少很少 所以他就觉得这以后要出大问题 出大问题 后来果然出了大问题 你们要知道 这个由于这个教育啊 这个不平等 后来我刚才不是说吗 这个最下层的学生就是师范生 这个师范生啊 这个20世纪有几场大的革命 这个辛亥革命以后 又有两场革命 一个是1925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 后面一场是共产党的中共革命 那两场革命啊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师范生领导的 哈哈 因为那个黄埔军校啊 这个国民大革命当中黄埔军校非常重要 这个我研究过黄埔军校 这个黄埔军校的学生 他们的出生 基本上是小学毕业 中学没读完 有些是师范 就是有一些文化 但是教育又程度又不完全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就逃生革命了 因为他们这个没前途啊 一天黄埔军校 这个可以就说有前途 他说这个还有不用交学费 还能发津贴 以后还能做军官 好啊都去了 都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 国共合作的时候 他们相互之间很好玩 相互之间不称同志 都是称同学 因为都是这些人 这是这个国共大革命 合作的国民大革命 等到工农革命的时候 后来啊 中共革命里面有一大批人 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 都是师范生 毛就是一个师范生 这个湖南一师 湖南一师毕业的 是一个师范生 现在如果你们以后 有机会去长沙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湖南一师 湖南一师还在 现在还是湖南一师 是一个中专培养师资的 小学老师吧大概 现在还在 但是可以参观 那个氛围啊 你进去看 和民国时候没什么区别 还在 那么就是师范生 然后毛呢 毛泽东呢 因为他 他当然也想做大知识分子 这个到北大去 然后做图书管理员 但是可惜啊 这个他一口湖南话 没人听得懂 所以他去想胡适啊 像谁谁谁啊 请教学问 结果人家听不懂 然后他就很有挫折感 觉得人家看不起他 所以后来一生就非常恨大知识分子 所以他喜欢的人都是像他一样 是小知识分子 这个有一个萧克大将 他回忆录里面就讲 他说有一次毛见到他 就非常阴阳怪气的问他 说听说你是大学生啊 小客一听很紧张 说报告主席 我是师范毕业 哎呀 毛一听就脸色立即就放松了 放心了 是啊放心 那么这些师范生 穷则思变 你要知道 说信没知识也不一定会革命 但是恰恰有了点知识 特别是师范 读了点东西新的东西 但是呢 毕业以后又没有前途 只能回到自己家乡去做乡村教师 那你想想 这个社会内心有多大的不满 是吧 落差太大 所以他们很希望有种革命的情绪 最后能够建立一个新社会 所以有一个学者做过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叫做革命的Promitius 就说中共革命的火种 都是有这些示范生 示范生啊 这些小学老师啊传播的 因为我自己研究知识分子啊 我也发现很多人革命啊 因为我又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会革命 后来发现啊 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 太穷的人也未必会革命 他如果他就是想怎么想是往上爬 那么太富的人呢 父母也给他安排好了 他也不会想到去革命 通常很多革命的人 者是什么出生的 叫破落的富家之地 家里呢富国 但是呢 后来破落了 各种原因破落 就像鲁迅一样破落了 那个时候 这个四太爷良啊 早年阔过 现在四太爷良 周边人本来拍马屁的 现在都一个个变脸了 然后呢 又受到了教育 然后这个落差这么大 他们最容易走上革命道路 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为一个革命的 因为为什么 他们没有机会成为大知识分子 成为社会精英 因为你看这个学校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半封闭的 半封闭的 这是学校 那么第二个呢是社团 这些知识分子啊很重要的是要 要有力量 要组织 这个组织是通过什么 各种各样的社团实现的 那么过去啊 中国传统都苏人 有一个传统叫君子群而不党 可以组织一个群 但最好不要成为党 因为东汉末年 明朝末年都被认为说 就是因为世代府里面分裂 大乡内斗 结果被国家被搞坏了 所以不大相信党 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啊 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 这个就觉得说 这个组织很重要 社团很重要 所以1895年以后 各种各样的社团 下次出现很多 民国以后就更多 所以知识分子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小团体 各种各样社团 就像今天大学有各种社团一样 每个社团呢 当时都有刊物 自己办一个刊物 这些刊物呢 就形成了一个凝聚力量 凝聚力量 所以这个社团啊 在当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知识分子啊 有很大的组织力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就是传媒 过去传统社会是没有传媒的 传媒是一个近代的传媒 那么过去都没有报纸 传统社会没有报纸 有一种报叫子报 但那个报纸只是这个朝廷的官家文件 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报道政治 报道社会是新闻 但是呢 传统社会里面没有传媒 但是有一个东西有 是叫什么呢 舆论 因为报纸是产生什么 报纸是产生舆论的 那么这个舆论在过去 虽然没有报纸 但是它是有的 这个就叫做轻易 什么叫轻易呢 因为宋代以后啊 这个我们有了印刷术 所以课书比较容易 然后传播起来也很快 所以有人写了一本书 发表了一个言论很快就可以传播出去 然后在世代夫群体里面啊 就相互流传就形成了一套舆论 这个舆论当时叫轻易 轻易 那么这个轻易很厉害 这个朝廷再强势 那如果一旦形成了下面轻易反对他 他也是有顾忌的 所以特别是明朝末年 这个世代夫特别活跃 特别活跃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书院叫东陵书院 东陵书院现在在无锡 你们去无锡也可以去看看 到现在那幅著名的对联还挂在那里 家风生雨生读书生生生入耳 家世国世天下世世世观心 所以你看当时这个东陵书院啊 就很能代表这个书院不是做学问的 很重要是议论国家打赦 议论国家打赦 所以这个书院呢 这样一个传媒的声音啊 他们是叫决定是非 就说这个天下是非不是你皇帝说了算 要有我们民间这个议论啊 轻易才能说什么 叫是非者天下之是非 当自当天自天下 不能用你朝廷来做主 应该由天下来说了算 那么当时你看 有轻易再加上有社团 东陵书院就是一个社团 这个明末的时候最大的社团 还不是东陵书院 是一个叫辐社 辐是单数辐数的辐 辐社 这个辐社有一年啊 在苏州虎丘塔下集会 竟然到了一万多人 不得了一万多人啊 现在放在香港一万人聚在那里 也算没 立即电视要报道了 是吧也是个新闻 不得了 那么这个到了近代以后 有了报纸 有了杂志 现代的传媒啊 才出现了啊 才出现了 那么这个出现 也是和技术的进步有关 这个进步就是 近代的印刷术 福登堡的近代的印刷术 我们要知道 每一次技术的革命 都会引起一次文化的大的变动 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近代印刷术 可能就没有启蒙运动 因为虽然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 但是我们中国这个木刻啊 这个还是效率不高 成本高效率不高 但是到了这个排版的活字 这个就是现代的印刷术以后 这个印刷术哗哗哗一转 两个小时几十万报纸印出来 这就使得启蒙成为可能 所以为什么欧洲18世纪有启蒙运动啊 首先技术上就具有了可能性 是吧 然后报纸变得很便宜 书也变得很便宜 加很多人都能阅读 过去读书是很奢侈的事情 要读书了 那是一本正经的事 一张纸 过去中国一张纸上如果有这 哇这张纸就很神圣 不能随便扔掉不行的 要专门有个炉子 就是要去烧这个有写过这的这个纸 因为它是神圣的 但现在不稀奇了 所以这场革命就带来了一个现代传媒的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明白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啊 一个新的时代 网络时代 网络是一次印刷革命以后的一场 又一场革命 这个革命意味着什么 可以处于五指化 通过这个网络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网络已经离不开了 它所产生的变化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是我今天要讲的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这个当初近代的运刷数出现以后 传媒出现了 传媒出现以后 那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政府是最怕的是传媒 他不怕你 你这个一般的民众 那是没什么可怕 你们都是风散 但是一旦形成一种声音 在传媒里面释放出来 这就不得了 这就是政府的合法性 完全取决于传媒 那么这个就被称为叫做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就是传媒建立了一个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叫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共同体 都是面对面 此刻我们是面对面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同体 但是你看一张报纸 或者一个网站 他所建立的共同体是虚幻的 不是面对面 但它存不存在呢 存在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编者 共同的相对固定的作者 还有相对固定的读者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虽然相互不认识 但是会形成一群共同的人 共同的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个就叫做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这个力量很强大 从民国到今天 这个传媒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它就对社会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影响 那么这点我想我都不用多说了 大家有体会 都有体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近代中国 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掌握了传媒 掌握了学校 又组成了社团 这个文化的影响力 是过去传统世代夫 没有办法比的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这么强大 为什么还是不能建成一个我们说的社会重心呢 那么我们第三部分要简单给大家谈谈 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 你虽然有了传媒有了学校 但是你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一个政治层面的一个运动 但是偏偏这些自由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 都熟人 他们对政治是不懂的 不通的 那么一个很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到了这个民国以后 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 主要是国共分裂两个大党 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呢 到了四一年啊 他们成立了一个第三大党 叫做中国民主同盟 这个中国民主同盟简称叫民门 民门今天还在还存在 就是这个八个民主党派的老大 最大一个叫民门 这个民门啊 当然里面也很复杂 这里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 然后呢 他们十一年成立的到了四五年的时候啊 他们曾经有过这机会登上了政治舞台 而且还很还很受注意 因为四五年啊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啊 当时美国和苏联都要求 就是给中国压力 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啊 不能再打仗 要建立联合政府 建立联合政府 所以呢国共 当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啊 去重庆谈判 然后签订了停战协定 决定了说我们要开会 开政治协商会议 共商国事 最后呢 1946年1月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 通过以后啊 这个当时民门就很开心 这个因为五项决议啊 都是按照民盟的方案来制定的 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方案肯定是对着干嘛 那民盟呢提出的方案呢 最后被双方接受 所以当时民盟的宣传部长 就是57年的大右派罗隆基 罗隆基就很得意的跑到 当时美国总统杜罗蒙派了一个五星将军 马歇尔呢到中国来调停国共这个内战 他就对马歇尔将军说说了一句话 他说共产党让步多 国民党苦恼大 民门前途好 他觉得很得意 因为共产党把军队都要交出去了 要军队要国家化 国民党呢本来一党独裁 现在要联合政府了 要苦恼很大 他觉得未来都是名门天下 但是这个毕竟是书生之鉴 是吧 这个后来啊 这个国共后来还是打起来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东北 东北这个问题没谈好 因为当时苏联占领了东北要让 让给谁 当时都有没有明确的协议 最后从东北一直打到全国 一打呢 说实话 就没有知识封城的事 是吧 就没有知识封城 而且他们呢 也是一批书生 完全不懂政治 所以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 我里面举一个故事 就说这个四六年秋天啊 就国民党一度大胜 把这个共产党一个最重要的城市 就张家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不是张家 张家口 就是马上要开冬奥会的 张家口打下来了 蒋介石很得意 觉得消灭共产党 直日可待 然后就说算了 绑来按照规定 先要成立联合政府 然后由联合政府 召集开国民大会 就把共产党撇在边 自己宣布 单独开国民大会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民盟这些人呢 就跑到南京 去帮他们调解 那么调解的头是谁呢 就是梁树明 这个梁树明 梁树明的跑到那里啊 一开始还兴致冲冲 搞了两个礼拜就没兴致了 觉得国共双方啊 价码差距太大 好了说算了 你要知道的 这个搞政治人啊 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人 是不适合干政治的 他就不带烦了 然后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调停方案 把两边一扔说 要接受就不接受 不接受我们就走了 结果啊 这个周恩来 当时是中共的代表团团长 一看这个方案 当时这些就光火了 说梁树明 我们平时待你不错 因为当时主要是 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合作嘛 就像蒋介石 要反他们的专制 所以是大家关系很好 这个周恩来一看这个方案 他把东北这个调停怎么调停 他们画了三个圈 说这个三个圈的共产党给驻军 但是没有把国民党驻军 驻军驻在哪里啊 画出来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共产党是不能动的 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啊 可以到处走 那当然对共产党不利 那天地良心 梁树明也不是为难共产党 是根本不懂 后来梁树明自己承认说 哎呀天地良心 这三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我还没去过 所以你说书生搞政治 是搞不成的你知道吧 幸好后来这个方案 后来国民党也没接受 后来就算了 所以为了这事 53年当时那个梁树明和毛泽东闹翻了 说这个梁树明一贯反共 就去讲这件事 一块反共就讲这个 周恩来出来说这个梁树明反共老手 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你看这不是梁树明 反共是梁树明 作为一个书生啊 这批人啊真的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 真很要命 虽然他们也成立了个党派 成立了个党派 那么好了 我们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就到最后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 道路失败 就是社会中心没建成 这就回到我们原来说的问题上 就是知识分子啊 过去传统中国 世代夫是中心 但是过去的知识分子 世代夫啊有一个 他和社会啊有密集关系 他来自于乡间 哪怕后来出去做官 告老黄乡 还要回到乡里 回到乡里 他是有身份的 是有身份的 这个黄泉不下县 不下乡 这个乡里面都是有士生 他们说了算了 所以他乡村是他们的根 是他们根 但是现在到了近代以后 你要知道 社会中心就变了 大家都愿意去城市 精英都往城市走 为什么 我开始说 好多学校都在城市 好的工作机会都在城市 这个和你一个层次 比你层次更高的精英来城市 人往高速走 都往城市走 乡村就空心化了 所以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 就和原来的乡土 就割裂了 割裂了 这是一个 他和地方社会的割裂 第二个呢 这个割裂是什么呢 过去有科举 所以知识分子和国家制度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什么管道 一个制度管道 使得这个国家政权 可以通过这个科举 把天下精英都收纳过来 那么你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到我们朝廷来做官 现在科举废除以后啊 多元化了 所以他们和国家政治的关系制度 也断了 也断了 所以我把它称为叫内外断裂 就说我前面有说他们就生活在象牙塔里面 他们和中国社会啊 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分离了 更没有了 这个更没有很有意思 就是没有人愿意再回 就和那个时候的人都是从乡村出来的 出来以后就不想回去 这个差不多今天也一样是吧 离开了家乡就不愿意再回去 就想往大城市跑 大城市跑 这个最好家乡的人 家族的人最好你也不要回来 最好你有本事在城市里面 把一家人都带出去 这才叫成功是吧 回去就是失败 就是失败 这和今天也差不多 那么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 哇 这个中国乡村啊 现代化发散最重要的 所有的问题都在乡村 乡村 城市发散了 但是乡村啊越来越凋敝 就这不是问题 当时有一批人说 我们要去搞乡村健身运动 回家乡去 到农村去 那么很有名的就是 我刚提到梁树民 梁树民当年是 梁树民这个经历很有意思 他原来他完全没有读过什么书 只要考北大没考取 结果呢自己 这个业余研究印度哲学 结果写了篇文章 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看上 然后就哇这个有水平 然后北大刚好也没有人懂印度哲学 那就聘他啊 是一个三无人员 没有文凭 没有任何的资历 这样一个人员呢 请他到北大当教授 所以后来有个笑话说 哎呀这个梁树民北大没考取 这个一不高兴说情到 直接到北大做教授 现在很难想象是吧 现在这种你没有文凭的 不要做教授了小学老师都做不了 是不是小学老师都做不了 但那个熟悉 只要你有学问 有人看上你校长看上你 有人担保你 那直接就可以做教授 但是梁树民啊 他的兴趣不在于做学问 他的兴趣在于 要解决中国问题 所以他讲了句名言 他说我不是学问中人 我是问题中人 他要解决中国问题 所以他就觉得 中国问题在大学里面 北大没法解决 靠学术也没法解决 所以呢 到了28年的时候 他就带领了一批学生 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先是到广东 后来到了山东 去搞什么呢 叫乡村建设运动 就是帮助农民啊 改良农村 改良农业 改良社会 搞这个 搞这个 但是 这个 这个东西啊 等到他到了农村以后 他就发现 这个农民啊 虽然他们一腔热情 但是农民感觉啊 他们是外来人 首先 话听不懂 这个话听不懂 不是说因为有 地方话 你不会说 不是 是五四以后的 这套语言啊 新的语言 和农民说的语言 两码设 根本不是一套语言 你知道吧 还不是这个话听得懂 听不懂的问题 听不懂 所以啊 他们搞了半天 推不动 所以梁树民后来就很 悲哀的讲 哎呀 我们搞了十年乡村运动 这是乡村不动 不动 所以后来啊 他会很敬佩毛泽东 因为觉得毛泽东很厉害 我推不动的时候 毛泽东怎么一推就动 发动农民 所以后来他一生都非常崇拜 崇敬毛泽东 崇敬毛泽东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他觉得 毛泽东很厉害 很厉害 能够发动农民 所以我讲这些意思说 你看到没有 到了 近代以后啊 乡村已经 更是已经断了 啊 断了 而且这个断很有意思 很多人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回来 哎呀 挡起西方 鲁鼠加州 啊怎么样 谈到中国农村 一无所知 可以说是面向海外 背对乡村 这个有点像 现在我们碰到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 很多美国留学回来的 哇 讲到美国 对美国比中国还了解 啊 还了解 你看 这个香港的媒体 啊 内地的媒体也一样 美国一个很小的事 哇 立即上了头条了 啊 报道 啊 所以呢 这批人呢 知识讽词 实际上已经和乡村啊 已经锻炼了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影响 而乡村出现的大量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叫劣智化 土豪劣生化 你要知道 一个地方秩序好不好 主要不是看政府 管控 是看什么 这个当地 有没有一种自发的民间秩序 有一批乡村 精英 他们出面来维持这个秩序 你不能仅仅 我都靠警察 靠那个强力来 那是不行的 那么过去啊 这个乡村里面有乡村 他们都得高望重 要做好事 而且很有威望 所以呢 乡村秩序大致还不错 而且呢 大家都相立相亲 不是有家 一个家族的就是邻居 你也下不了狠手 是吧 也不要不能欺压 相亲太盛 否则 你这个地方也带不下去 那是 但是后面就不行了 大量的好人啊 精英啊 到我们城市跑 那留下来的人 都都都变成土豪力生了 都是什么人呢 就是这个我们说那个江文不是拍过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 就是那些土豪力生啊 就是这些土豪力生就背着不可枪 然后呢他们身为乡长保长家长 成为这个政权延伸的部分 过去呢 我不是说那些士绅在官面前还代表百姓吗 现在那批土豪力生和老百姓没关系了 他们就是成为政权的延伸的部分 然后带他们收税 收税他要从中抽成 获得盘剖自己的利益 所以乡村就变得土豪力生化 六亲不认 这样一来以后啊 这个当地的人乡亲啊 就对那些土豪力生很恨 所以你们现在就明白 为什么中共到农村去发动农民 打土豪很容易 如果都是好人 都是不是土豪 是原来的乡村 人家走 农民不会跟你走的 恰恰就是已经结下了一些矛盾 阶级矛盾 然后外面洪军一来 那些人就借这个机会 就把平时就恨到土豪力生 就开始打土豪 就开始跟着共产党 所以你看 这个精英知识分子离开了乡村 乡村就留下了一大片空白 这个空白就让中共最后渗透进去 迅速的扩展进去 最后是革命成功 农村包围城市 所以我今天当主要不是讲中共革命怎么成功 但是依然你可以看到 这和知识分子退出乡村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乡村他们已经关系不大了 那么现在说城市呢 因为既然你说到了近代社会 这个社会的重心从乡村到城市 那么和城市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先来看城市 这个城市啊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 那么最有影响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北京 第二个是上海 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啊 在民国的时候 知识分子和城市的关系是有点差异的 差异在哪里呢 北京啊 一直是一个二元化社会 到今天的时间 各位都去过北京 但我不知道是否了解北京 北京这个社会啊 实际上是 在我看来是分裂的 一个简单的说 北京分为两拨人 一拨叫我把它称为叫首都人 还有拨叫北京人 首都人呢 大部分不是北京人 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 都是全国各地到京城去的 那批精英 学校 政府机构 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 叫说这个科学单位等等 这些人是首都人 那么从民国到京都市 他们是北京的统治阶级 他们对北京是没感情的 另外一波呢 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以前在胡同里面 那个这些是老北京人 是北京的平民社会 那么这是一个相互之间 不来往不通缉的 这样一个 所以北京民国的时候就是二元化社会 所以知识分子呢 当时像胡适啊 像文一多啊 像这些名教授 在北大清华座教授 那这日子好过 一个教授 那个时候有大概三百六十到四百块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老舍写过这个小说叫 骆驼响子 骆驼响子是拉黄包车的 他还要养虎妞 一个月九个大洋 就可以过温饱生活 这个毛泽东做北大图书管理员 一个月八个大洋 也可以生活的不错 三百六十大洋 什么概念 那个文一多著名的诗人 清华教授 这个他买了个四个院 家里一大帮子人 二三十个人 大家族都带到北京 用了七个保姆 就是他这点薪水 没问题 过日子过得很体面很滋润 所以他们是一批什么 是一批 不仅是精神为主 还是物质为主 他们对北京了解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平时没有机会接触 最多接触的就是给他们拉车的 打扫卫生的 平时他们和北京这个社会一点没关系 那么他们到北京的知识分子到什么时候才对社会有了解呢 一直要到抗战爆发以后 然后北平沦陷 北大清华被迫南迁 先是迁到长沙 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长沙日本人也打过来了 再逃 决定到昆明去 建立西南联大 当时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坐火车到河 然后到那边 然后再坐船到河内 然后再通过电缅公路 到了昆明 但是还有些一部分教授和学生的决定什么 走 从长沙翻过云贵高原走到昆明 走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让他们打开眼界 为什么 这个走的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云贵高原 那你看文艺朵里面 后来都有回忆和记载 他们根本没想到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上海啦 香港啦 广州啦 北平啦 都已经比较现代化 这个他们发现那个地方 刀根火种啊 和几千年就没什么区别 一家人家随有一条裤子 这个一个人穿出去 其他的只能光着屁股躲在家里面了 这是时空见怪 所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中国 这之前是不了解的 不了解的 所以后来这些人叫做左倾 左开始变的左倾 和这些经历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之前太不了解中国了 完全和社会是隔绝的 你知道吧 太舒服了 在县海里面 那么上海呢 有点不一样 上海啊 民国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好大学 都是一些主主要是一些私立大学 教授呢也比较穷 收入不高 然后呢 上海的知识分子主体是办报纸 写文章的 所以他们呢 和市场啊 这个文化市场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所以他们呢 和社会呢 比较紧密关系 所以上海的知识分子呢 和社会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所以上海带来民国的时候 有一个save society 是一个市民社会 而且呢社会各界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举一个例子 1932年 上海啊 这个有一个128抗战 当时这个128抗战是19陆军 这个和日本人打 南京政府是不支持 那么这个后勤啊 完全告上海市民社会来支持 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个协会 叫上海地方协会 这个地方协会很有意思 这个组成人员 很能说明问题 会长是当时的上海的报业大王 就是申报的老板 史亮才 他这个人既是资本家 又是一个开报子的 他呢也是一个算不出人 身份比较多元 是吧 然后副会长 一个是上海商会会长 还有一个呢 是上海的知识分子 就是是一个教育家叫黄炎培 后来是做的 也是一个民主党外人士 后来做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还有一位近来是一个黑社会的领袖 杜月笙 他那个时候已经漂白了啊 他已经做了很多慈善公益事业 你看这几号人啊 既有商人也有知识分子 也有黑社会 反正你看就形成了一个上海的市民社会 但是这个市民社会啊好久不长 到了抗战一爆发 他们只能逃离上海 等到抗战结束回到上海啊 他们就撑不住了 为什么撑不住呢 这个企业因为通货膨胀 企业赚不了钱 所以只能靠政府 看政府的脸色 这个知识分子虽然很有力量 有很多报纸啥事声音很嘹亮 但是只有声音了没有实力了 因为背后支撑你的这个实业界已经垮掉了 然后那个黑社会杜月笙吧 也不行了 他的势力也已经大大削弱 所以后来1948年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反腐败 到上海去打老虎 第一个打的就是杜月笙 把他儿子和管家抓起来 所以你看整个抗战以后 上海市民社会就衰落了 这样以后啊 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知识分子啊 看起来抗战以后 这个办了很多报纸 你像文汇报是吧 就那个时候办的 我声音很嘹亮 但是背后已经没有实力了 是空的 这种声音是空的 就是 虽然你掌握了舆论权 你骂好了 但是背后支撑你的社会 已经是贫血了 贫血了 这是一面 第二面呢 到了194849年的时候 这个知识分子啊 已经被党派化 所谓党派化就是说 你到底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走 然后呢 生活 因为恶性通货膨胀 这个通货膨胀 特别是经营券 发了经营券以后啊 把老百姓的金子和银子都收挂一空 然后马上成为一张废子 那么大家 那冤生载道 根本没有心事做别的事 所以1946年啊 胡适 胡适在抗战的时候 是在美国做大使 因为要利用他在美国人当中的影响 要争取美国美元嘛 那么抗战结束回来以后呢 他就做北大校长 胡适呢 心冲冲觉得说 中国 那个时候说要要要复兴 首先要学术要复兴 搞了一个十年学术复兴计划 结果这个胡适啊 把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啊 他的那些 原来因为他也是北大教授吧 他那些教授的朋友就对他说 都这个师智啊 现在还讲什么十年学术复兴 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恐怕都饿死了 饿死了 因为那个时候人都还关心做什么学术啊 研究啊 首先是要 首先要对付通货膨胀 怎么吃饭的问题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后来 这个这些支付都左倾 和这个有关系 和这个是有关系 所以 我们可以说最后的结论就很清楚 就说 现在我们就明白 虽然知识分子看起来好像 哇掌握了舆论的这个主导权 又是学校的主导权 但是呢 实际上他们背后 支撑他们的这个社会的力量 就是中产阶级的力量 后来有了很大的削弱 然后使得他们啊 就最后就被抽空了 然后呢 不但要求站队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是吧 被党派化 所以我最后结论说 这个最后 你不要看知识分子 看起来声音很亮亮 但是 他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一座塔 象牙塔 等到战争内来革命都来的时候 这个塔毕竟基础不牢 虽然看起来很辉煌 声音很亮亮 最后还是没有熬过乱世 那么讲到这里我想结论就出来了 为什么社会重心没有建立 最重要的 当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就有个原因就是 他只是一个沙滩的塔 就被 只要社会缺乏一种力量 知识分子 这个声音 再嘹亮 始终这个声音是空洞的 空洞的 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以前 最后自由主义 无法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今天我讲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我还是留了一小段时间给大家做学互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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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